正在走 先感受自己 好 大家好 循例也要分享一下 先不說話 Hello 今天5月11日 Jean來直播 Jean現在在戲院裏面 Jean現在在戲院裏面 他還未出來 阿Jean回來了 Hello 連結有了 等一下 我當然要 給大家分享一下 連結有了 先回答聲 好 再傳給Jean 還沒有 傳了 還沒有 先分享一下 先分享一下 好 很多東西要分享一下 你們明白才行 不分享 沒有人看 你們又不自己進來看 是要我分享才看 是不是 好,分享一下 希望真入戲群組的朋友 進來看 好 分享到差不多了 Jean在哪裡 Jean現在 我在這裡 在這裡 不用怕大家 不要只見到我 就走了 這麼壞 不用怕 這件事 不對的 大家不會這樣的 不會 大家聽到我說話 這樣 沒有美女看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Derek又來了 Derek 真的要回饋一下 找鑊 Derek是你朋友 還是怎樣 請他吃飯 大家都是我們的朋友 請他吃飯 要請他吃飯 真的很好 Derek 一起請他 Derek真的很好 好 先分享一下 這裡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Derek 你回答一下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今次Jean有沒有爆咪 Hello Justin Choi Hello Justin和Derek Jean今次有沒有爆咪 聲話都可以 太好了 阿Jean有沒有很吵 阿Jean有沒有很吵 Hello HA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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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 HALLO HALLO 因為每一次我們都給每一次改進 對吧 上次阿Jean爆咪 這次我們不會啦 這次控制得很好 今次還有柔和的背景音樂戰 不知道你們聽到嗎? 先開大聲一點背景音樂 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兩個星期一序的《鬼哥看物理Live》 聲音很感謝你 Justin 很感動 聲音很難得 每次都說聲音的 大家是不是現在都聽到我說話的 Derek和Justin都有說聲音可以的 他說可以 我相信 我們的觀眾 好 我都聲音了 我現在很大聲 我的背景一望 我現在變得更漂亮 慢慢改進 上次Gin的聲音爆 今次變得更漂亮 我聽到四個聲音就變得更大 慢慢改進去做 Justin說聽到你的聲音 現在聽到嗎? 他們聽到嗎? 今次很好 搞了四分鐘開場白 歡迎大家 我們兩個星期一次又見面 我們終於又見了 試試一下搞了 今次很厲害 我反而覺得今次很厲害 因為今次 我這條名單上要說的電影 我們兩個都看了八成 即是這條名單六部電影 我們看了四部電影 這條名單六部電影 我們看了四部電影 那就非常好 那我先預告一下今晚會說哪幾部電影 對 你傳給我 很棒 我喜歡 我也要看 即是證明不會漏了你的份 不會漏了 沒錯 因為我認識了 停了影片 算了 我們不要說太多了 對 對 通常延遲 我想隨時有三十秒 不奇怪 好 Steven 你好 Hello 下星期狂野時速9 沒有做資料 不過沒關係 我們有時間可以說一下Dominion 好 我們先說一下今天說哪幾部電影 今晚我們是會說六部電影 我們會說近期最HIT 收到爆的真三國無雙 即是我們要說我們有沒有持有 即是好像那些講股票那些 哈哈 是沒有持有股份的 是的 真三國無雙我和阿Jean都是有持有的 我們兩個都看了 接著要講的就是 我們會先講兩部港產片 接著要講的 講完真三無雙之後 我們會講感動他77次 你身我就沒有持有的 阿Jean就有持有的 這部 阿Jean就看了 接著會講一部日本戲 就是奇蹟的燒肉店 很積極做優先場 派了很多票 我回饋了Derek 我記得了 是 我請了Derek 和他太太去看 哦 哦 那不要追我了Derek 你不要追受我了 是的 他不要追你了 是啊 阿Jean好淡定 聲音好好 有人讚你啊 謝謝謝謝 我現在聽不到大家的留言 很沮喪 不要緊 我沒有說 電腦燒得很慢 Derek說是遲30秒的 多謝 Chan Chi Lab的捧場 接著三部我們會講奇蹟燒肉店 我們兩位都看了 可以先插開一點點 奇蹟燒肉店其實也做了很多 我想有十場 派了很多票出去 其實也證明他有些信心 接著我就會講一下 讀心半變 那我就沒有看的 阿Jean也沒有看 但是有些看點可以介紹給大家 另外還會講就是 《無罪審判》 一部講公義審判的戲 就講在美國發生的那些 監獄裡面的慘況 最後一部就是《狼中仁》 為什麼我會選《狼中仁》呢 因為我看完《狼中仁》 和《簡介》之後 我覺得很有趣 這部最後一部講了 今天就會講這六部電影 你們看留言好像遲了一分鐘 會的Derek 會的 會遲一分鐘的 但我現在是不流暢的 我現在看到的畫面 可能你WiFi又要出又要入 對嗎 對 對 我猜是這樣 更差 比上次我躲在房間 今次在這個廳裡做 你躲在房間 反正背景也是戲院 好 我們繼續 好 繼續 《秘密訪客》我還沒有做資料 我一會兒都可以講一下 如果最後有時間 集中講回這六部 好 先講《伊奇大熱》 《真三個無雙》 之前這部電影很兩極 對 對 對 這部電影很兩句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說廢話 為什麼呢 喜歡和不喜歡 那些人說什麼呢 有什麼 我回述大家的網民的評語 有些人覺得很悶 一進去做什麼呢 可能有些人不太明白 那個電影的背景 其實這部電影的背景 是一個網民遊戲 然後他就拿了網民遊戲的角色 他們的武器 他們的一些畫劇的效果 譬如你一武劍的時候 360度有個氣圈 有個壓力 然後那些人就砍開了 有些人沒有玩過網民遊戲 或者覺得 為什麼這個不真實的 是不是歷史 大家就未必 未必抱持一個心態 是覺得看一個歷史紀錄片 去進場會好一點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 網民遊戲的改編 所以其實它裏面 很多東西都是 跟回網民遊戲的設定 去做的 所以變成 可能對歷史很有興趣的 朋友會覺得 為什麼這部電影 好像不是他們 平常認識的三國故事 第二就是 有些人就 其實覺得 那個故事性 不是很完整 特別他們對於 女主角丟纖 有很高的期望 但進去就發覺 為什麼丟纖的戲 比想像中少 但至於 好的評論也有不少 好的評論 就會覺得 這部電影挺正 它的效果 即是 即是 可能大家有 過去以前年輕的時候 或者現在 有打開機 的話 裡面一些的聲效 都會給大家一種 過癮的感覺 而且 都刺激的 即是不悶 還有有笑位 笑位是什麼 笑位是淋雪 淋雪 很好笑 哦 是不是 所以鬼哥你不明白 然後我也想了很久 其實 你一開始說 人們說很好笑 然後我也想了 有好笑位嗎 古天樂 或者其他人 都是打打殺殺的 但是 但是 後來我想想 不是 最好笑就是淋雪那裡 即是淋雪 淋雪 和曹操 即裡面飾演曹操 那個角色的人 然後 他就 和淋雪 飾演過角色 中間有一些 即是 interaction 那裡也挺爆笑的 那我看的時候 即是 我今天開場之前 我問阿尊有什麼笑位 那他 就說了這些 即是電影裡面 真的想著 搞笑的位 那 其實我看的時候 是 有些位是 是笑了出聲的 是笑了出聲的 是 那 有些劇情 有些角色 他們做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無理頭的 突然間 那 那這裡 例如呢 例如就不說了 是的 那 大家進去看看 進去看看 那 確實呢 我和你看同一場 Gin 當時我是聽到 有 大概十幾個人 是有笑聲 出來的 那 這個是 剛才Gin說得很好的 他就說 你是想著 什麼心態 先進去看 如果你去看 很完整的 一個很史詩式的三國故事 其實他就不是的 他都很濃縮 一下 他拍了五六個大場景 張國 張國 去迷惑那些 那些 士兵 又有三英箭呂布 又有遺兆董卓 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是濃縮了 又有呂布 如何混合雕蟬 有這些 都是濃縮了 那 變了 說故事就很急 變了太急的時候 很多時候 那個主角的心態 就很難去 令到 觀眾去跟到 那你觀眾跟不到 他的節奏的時候 他們一些 處心積累 想了很久的 一些想法 或者行為 你就很難理解 那你理解不到 這些行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咦? 為什麼你這樣做 這麼搞笑呢? 那變了 尤其是 呂布 混合雕蟬 由他認識他 到 他說 娶他 是一日之間 當中 他們做一些很無理頭的事情 當中 有些觀眾說 蛤? 為什麼會這樣? 是有些笑話的 但是 如果從 遊戲迷的角度出發 我是很受課的 因為 剛才阿Gin也有說到 當中 有些 幾特別的武打場面 是平時的武俠片 看不到的 有些特技 一滴八 那些 是好看的 所以 我整部電影是怎樣呢? 我整部電影就是變成 你不要做那麼多文氣給我看 就行了 你盡快找地方打 我當時的心態就是這樣 阿Gin你覺得呢? 有些特別的演員 你覺得做得好嗎? 特別的演員做得好嗎? 那老實說 我又不會說做得好還是不好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OK 反而我想說 那個位置就是 哪些角色最吸引到我注目 當然是古老闆 其實他吸引到我注目的原因 是他的造型 他那兩條羽毛 真的好 怎麼說 好搞鬼 就是看他那兩條羽毛 還有他那個造型 是別有動心的 我覺得 他那個set頭設得不厲害 是啊 就是你很難想像 他那個髮型會是這樣 還有他那個很奸的樣子 是會挺吸引到觀眾的 阿Gin我幫你調左右了 好 我們說了十分鐘才調回 哈哈 是啊 是啊 一路好像喊了膠 喊了膠 不是啊 我也是這邊 反而要這樣 是啊 另外我重點想說 一件事有關《真三角無雙》 就是紐西蘭的境 是 一定要說 是一定要說 那我是 其實我有做到這條片的 我有做到這條片的review片 這部戲的review片 那我原本呢 是打算給這部電影不合格的 原本打算給這部電影不合格的 因為對我來說 人物和故事太重要了 在一部電影裡面 那他講得太少了 是 但是呢 就是因為紐西蘭的境 就讓我 讓他比起很高分 反回一成 反回一成 真的 是的 導演在我們首映禮的時候 我們首映禮的時候 我們首映禮也有條片 記得要看 導演在我們首映禮的時候 是有提到 很多人跟他說 為什麼你的背景這麼假 有提到這件事 但是其實呢 導演親口證實了 其實不是假的 不如你說一下 Gin的背景漂亮成怎樣 其實導演在首映禮上面 他都有說 他真的好像完全是一個 未開發 未開放的地方 他們那裡很天然 很自然的環境 你以為那些景是搭出來 其實看上去 我都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 不會以為那些景是搭出來 因為很老實說 我們一進到戲院 我就說少少了 第一幕已經是沙場 這樣的感覺 以往我們會覺得那些沙場 會不會都是搭出來 但是看真一點 又真的不是 因為導演很強調 所有景其實都是真的 那你變成整場戲 看完之後 你真的會很感受 那個自然的景色 就是很厲害 是啊 我看那時候 除了他們懂得拿那些 很宏偉 很山山水水 都很廣闊 很壯麗 那些畫面之外 很懂得拿景之外 其實他們調色是要留意的 大家進去戲院 可以留意他們的調色 那些壯麗的山河景 他們的調色 是和大家一般在電視 或者看一般其他武俠片 是不同的 如果你們要留意的話 這裡可以和大家講多一點 如果你們要留意的話 其實一般的武俠片 尤其是比較大的武俠片 就是好像之前那些三角 譬如好像赤壁 很多時候都把那些背景 是做到比較淡色一點的 為什麼呢? 他們想營造那種古代很舊的氣氛 還有有一種好像山水畫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的背景 都是會調淡一點的 那這部呢 如果你入場有留意 或者特別留意 他們是沒有做這件事的 背景的顏色是很鮮艷的 是很鮮艷的 是 因為他們知道漂亮 不要浪費 所以就是 是色很多的 沒錯 是鮮艷的很多 有相反是比較大的 不會說 你看平時的武俠片 不是說不好 是兩種風格 兩種風格 是 所以這次看下去的背景 為什麼這麼假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在調色方面 是用鮮色一點 還有那些藍色和綠色的分別是比較大的 它不會做到海天色的 特地有些分差 讓你看清楚一些不同的山河 冰川的顏色 這樣就要留意了 那先回覆一下 留言 看特技都划算不錯 真的 看特技都划算 是的 是的 我又不加工 還有一件事要說 就是他們的Dewire是360度轉的 是的 它的設定不是我按一個按鈕 然後飛去那裡 它是持續 這個我聽說是一個生業者的地方 是的 因為他們 阿星有在台上說 他說他們釣的Wire 不是只是Wire 他們是有一個儀器 是固定住人 然後可以進入電腦 進去程式 去教角度怎樣飛 是一個裝置 我不懂 就是聽他說的 不是只是一條Y 是一條線 它是有一個裝置 夾著人 然後輸入這些程式 令到人在不同地方飛 所以特技都是有些 落等本的 我再說幾句 其實紐西蘭 是一個做CG 和做特技的聖地 那些Lot of the Rings 都是在紐西蘭做的 我相信他們都會在當地 借了一些當地的專業人士 是的 阿尊我想再說一件事 有關事要的這件事 因為說到劉西蘭 我想說給你聽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是 它有些千軍萬馬場面的 是 我很肯定 我沒有看錯 我很肯定 沒有質疑 我很肯定有兩場 我沒有想著質疑你 你說得好像我經常都質疑你 因為很容易質疑 有兩場戲 我很肯定 在千軍萬馬裡面 我是見到外國人 阿 阿 你見到 你也見到 我又見到 我又見到 好像是 是的 那個外國人好像是橙橙的 會頭髮 我不記得頭髮 但我肯定 例如你打橫看到有30個人 我看到有一個是外國人 是的 老實說 因為以前三國的時期 有先薑底蠍族 你比較熟 所以其實都不複雜 歷史上真的有這樣的人物 以前中國的領土版圖 愛蒙古那些 即蒙古族 那些 先薑底蠍族 都是 先薄底蠍族 又被你開脫 是的 其實都正常 以及以前 忽必烈 他們那些 統一了整個 整個領土 他們開拓了很多地方 其實他們曾經有打到歐洲的版圖 所以都不需要太驚訝 但當然 開拓到這麼遠 都是比較後期的事 三國的時候 最多都是有些外族 例如打獵那些外族 但至於他們的樣子 我就很深究了 當然那些臨時演員 或者特約演員 都是紐西蘭當地取用 沒錯 我是少了出聲 應該不會在香港請他飛過去做的 我當時是有少了出聲 但你這樣說我就原諒他 OK 就原諒他 因為實在數目都很少 數目都很少 這部就是三國 有人說到 Chan Chi Lab就有說 他就說古老闆的造型 跟足遊戲 跟足遊戲 所以當時古老闆就特別強調 就是特別強調 只是搞那兩條羽毛 都要搞整個小時 即是他要拍攝機 首先是那兩條羽毛 不要短 很重要 是啊 個人不夠高來說 就沒辦法了 沒有留言了 都已經高過很多人了 你先高過我 不如說關羽不夠大隻 關羽的角色也是很棒的 關羽的角色 其實令我想起包工 哦 對 其實韓斤的樣子 真的像 不 我真的沒有犯罪 但我想說 我一開始看這部電影 我就想 為什麼林峰有份做 但我看不到林峰的名字 你覺得裡面哪個角色像林峰 林峰啊 真的像 咦 你這樣說 真的像 劉備啊 劉備啊 不是啊 曹操啊 哦 黃海 黃海 真的 對 真的 沒有犯罪 因為我大約看這部電影 我會了解裡面有什麼演員 有什麼角色 或者基本的故事 我才進去看電影 免得看到一塊塊在做夢 嗯 然後我就在想 咦 為什麼會見到林峰呢 什麼林峰有份做的 我想想 糟了林峰 那名字應該排很前 為什麼我看不到呢 他有經常出現出鏡目 特別是 那部電影一開始 哎呀 糟了我越爆越多 不要緊 總之一開始 那幾個 林峰的鏡頭 對不起 黃海的鏡頭 是的 黃海的鏡頭 真的 因為林峰在TVB 也有做一些 妝容 所以 又是紮高了 紮高了頭髮 整個雞 然後我看到那個樣子 真的在想 為什麼阿峰在那裡 後來看看 有些位置就不像 有些角度就不像 所以 然後第二個就是關羽 關羽我就覺得 咦 為什麼樣子又這麼像 這麼像TVB 是的 但是 真的不是 但是真的很像 其實 說起曹操 就一定要多說 給大家聽 首先 是很帥的 那些衣服都是很有型的 就是曹操 全部戲 一定是曹操最搶鏡的 無論是說 戲 氣氛 樣子 看不看 眼神 眼神 衣服 好嗎 都是曹操很長的 但是 我必定要說 這個在連登 以及各大地方 都不斷說的 一個很重要的 資訊給大家聽 就是曹操的粵語版 是由阿黎要長配的 是 哈哈 是啊 是啊 配音 我也覺得 有點不特別 是有少少特別的 是的 就是 那個英氣是有少減的 就是 那個樣子和聲音 是不太合適的 是的 因為 都是沒有犧牲 我覺得 黎要長的聲音 是很有角色的 就是你一聽黎要長的聲音 無論是廣告也好 聽他的配音 就是廣告配音也好 或者電影也好 你一聽他的聲音 他的樣子就浮現了在你腦海那裡 正確 就是阿Jean 阿Jean也是吃這行飯的 因為廣告配音 看他這樣說 都是明知他之後會大紅大紫的 所以今天鬼哥看什麼 有阿Jean在那裡 真的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賺盡的 OK 要大人氣過口 你這樣說 沒錯 就是很會說 就是那些 我不會說那些留給阿Jean 對不對 我只能夠說是有些特別的 就是有些不是太 英氣少減 我相信這句是比較中肯的 我相信 差不多了 講了很久 補充多一句 因為黎要長的聲音 感覺是一個有資歷的角色 但是在電影中的曹操 是很硬的曹操 未去到三國頂立的時候 那個時期也必須告訴大家 就是那時候曹操是沒有挖起的勢力 所以那是一個非常硬的曹操 故事的 Starting point 就是大家千萬不要以為真三國無雙 打打殺殺快 他們會會掘起的過程 準備掘起 未掘起之前的故事 其實我害了很多人 害了現時幾位 和張融聽著 replay 的中人 如果我不說的是黎要長 可能沒什麼 說了之後你就會記住他的樣子 不是 不是 不說的話 你真的好像認識他們,他們一進場都會這樣 真三個無雙,你說建不建議入場呢?我是建議的 第一就是因為看一些有型有款的演員 尤其是機迷看那些超beat,還有看看壯麗河山 那就是真三個無雙,這部應該是今晚講最久了,實在太熱了 上網已經有很多人提及,所以我們幫你收集你上網需要看的時間 聽我跟鬼哥說就沒有錯了 下次再打個字出來,幫你選擇就是鬼哥的使命 經常都忘記說這句話 那鬼妹呢? 還有阿禎的使命,幫你們選擇 好,接著就進入第二部 就是這部阿禎說多一點 就是感動他77次 對了,沒錯 阿禎是有看的,你親我未看 阿禎交給你了 好啊,感動他77次 大家一聽就知道 其實是言論他77次的續集 那這個感動他77次呢 有一個,即是這一套港產片呢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那我也都不覺得是屬於劇透的部分 所以我就決定跟大家說 就是如果大家想學好英文的話 不妨可以進去看這部戲 因為我都未試過 包括周柏豪和阿薩 對,還有因為這部電影 他有第二男主角 我相信周柏豪是第一男主角 第二男主角是泰仔 泰國人 就是泰文我都不懂得讀 他的英文名叫做Mario 他之前也有拍過一些很出名的 即是年輕青春的劇 所以這次他就加入 就來看這個感動他77次 所以也因為他不懂得說廣東話的關係 他就是講英文 所以變成阿薩和周柏豪和他有一些 即是有一些對白交流的時候 他們大家都說英文 所以也是一個學英文的不時機 那條主線貫視 是啊,個人聽 我又怕我說得多 OK 那當中 不要緊的 當中最主要的戲軌 即是有哪個位置 是令你覺得這個位置挺特別的 挺感動的 在不劇透的情況下 老實說,如果你問我 其實不如這樣說吧 他那個感情線有兩條 第一條一定是愛情 第二條就是親情 有親情說的 OK 對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親情是比較觸碰到我一點 比較感人一點 對 對 親情那條線 我自己會覺得感人一點 但這個很個人的 即是 可能大家喜歡看淺淺淺淺的東西 都會覺得是愛情多一點 愛情那裏都有兩條線 就是年代和老代 即是 如果大家還記得哪個飾演阿薩的媽媽呢 其實阿薩的媽媽都有感情線 還有 值得推介的地方 就是 這套戲 我相信大家入場看 是真的放鬆到 因為 好笑的位置都真的挺好笑的 即不是說廢話 但是 有些 很多時候電影 有些是懶惰好笑的位置 即是 做出來 你明知道它是好笑的 那你就笑一下 但這個是真心 是好笑到 我有拍手掌笑出來 當然 在場上也有其他人 有拍手掌笑出來 因為 C君在裡面也有個角色 如果大家有印象第一集 C君做了什麼角色呢 第二集它也是延伸那個角色 而且是真心好笑 是的 因為 因為你這樣說 我馬上對整部電影的想像是拉闊了 即是 豐富了 對 拉闊了 因為你看到這部電影的賣相 他一樣都是很熱戀心的 雖然他不是熱戀心的 雖然他不是熱戀心的 但是很熱戀心的 那些 即是很 很 很婆媽 導演是優勵圖的 優勵圖 但是開出來是整齣熱戀心的 那你這樣說就不同了 有感覺 對 整件事拉闊了 即是說第一 在對上 已經有一個叫做 older generation的感情 打橫 又拉闊了 原來是有親情 是的 親情之間 就是older generation 也有一個感情線 嗯 嗯 我想大家反而要留意這件事 原來他不只是一開始 周柏豪不停叫阿莎去感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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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次 然後結束 不是這樣的 這次不是 你要留意 原諒他77次 那個他是男生他 這次感動他 就是女生他 反而是柏豪感動阿莎 就不是阿莎 可以是有玄機 是的 我正在想 我覺得隔兩三年 他又會有一套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就是什麼 就是自鳴如春嬌那樣玩 是的 可能是 或者是什麼 Before sunrise Before sunset 那些朋友 是的 那推不推介人家看呢 我剛才說了 推介 不過我也要管理大家的期望 如果你想輕輕鬆鬆看一部電影 不用想很多東西的 你想笑的 想開心的 然後又想看英俊美女的 那我一定是推介一部電影 因為你入場 你真的可以完全放鬆腦袋去欣賞一部電影 是讓你花一個 有兩至三個小時的時間 放鬆腦袋去看這部電影 我會推介給大家 因為真的有笑點 我不知道我的老朋友 Steven還有什麼 有一個東西他教我的 我今天也教你 就是Steven教我 我也教你 我的好朋友 Steven 剛才在那裡 他說呢 他曾經說過 看一部電影之後 不需要你那麼多的 總之 你有沒有 thoroughly entertain 他教我的 這個英文 就是有沒有 thoroughly entertain 就可以了 其他事情不需要想的 那我就很同意 那聽你說 他說似乎都是可以得到這個效果的 有親情有愛情 有英俊美女 又有哭又有笑 是嗎 想怎樣 是啊 哭就看大家忍不忍得住自己的眼淚 是啊 Gin在親情方面就比較眼淺 是啊 真的 好了 感情方面比較眼淺 是啊 感情方面比較眼淺 通常遇到很多壞人 那些 那不是 那是不一定的 是 是 真的 真的 我想爆你一件事 Gin 是不是很害怕 是不是很害怕 很害怕 立刻響起了警號 有警號 對 那其實怎樣呢 因為阿Gin曾經跟我說過 因為阿Gin很厲害 他會浸過鹹水回來的 在哪個國家 忘記了 在哪個國家 冰島挪威那些 為什麼每個 聽完我說完去哪裡讀書 大家都想起冰島挪威 但其實我愛芬蘭 芬蘭 因為都是 但是 我有個朋友很搞笑 其實認識了很久都很熟 是熟到每個禮拜都很熟 死要說你冰島挪威 是啊 這麼多年 他都說 啊 Gin啊 你那時候去冰島交易 不是冰島 他說 挪威 是不是 然後我分難 但是 三年 18 19 2021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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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個星期見他一次 他偶爾都跟我說 但是你明知道 你明知道那些地方有什麼 comment的 第一差不多位 第二都是很小 很民主 很自由國家 都是這些 很像 複利國家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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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什麼 我想說什麼 因為 Gin曾經跟我說過 尤其是Derek Dominic 那些留意 Gin曾經跟我說過 他說在挪威 那裡 在Funday 那裡 發生過一些很厲害的事情 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是的 有關係 就是被人 有些 negative 的行動 對他 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他說他講過 公開過的 那我沒聽過 我們看看 在Cup House也有講過 是啊 我自己也沒聽過 他說很爆 那我們就找一次說 我們這次不說 有機會先 是啊 要是看直播 看replay的人 我們隨時也會說 阿詩說很爆 所以就要 真的很爆 一個小時 我怕不夠時間說 是啊 我聽起來是跟 被鬼仔搞有關的 我聽起來是跟 等一下 不要用這個字 被鬼仔 騷擾 騷擾 對 有關 所以你說爆不爆 所以我們就留在這個 等多人的時候才說 芬蘭讀書真是少數 哦 不歐國家不讓芬蘭魔勢 沒錯 是的 都是那些不歐世國 自由福利國 全部不Q都公投 他們 還要上網公投 好搞笑 好 好 這部 我們剩下半個小時 今天很快 好 下一部呢 就是 奇蹟的燒肉店 其實不怕 說不完也沒問題 最緊要 奇蹟燒肉店 我先說說 我先說說 其實這部電影呢 我先拿一部圖出來 讓大家開心一下 這部電影 大佬 這部電影 你先說 你先說 我不會露點大家 如果有興趣去看奇蹟的燒肉店 這部電影 記得自己吃了燒肉 才可以入場看 如果不是 就很餓 因為你是由頭看燒肉 看到尾 你看都會很想吃 就是我 我真的 自己吃了燒肉才入場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明智 你明白嗎 你專門的嗎 我專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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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真的很開心 有收到召喚 我收到召喚的時候 一看到 那張劇集 大家現在可以看一看 你看到 已經很想吃牛角 我就去了 我已經收到召喚 去看的時候 我就已經吃了一頓牛角 去到那一晚 又要再吃 你知道 同一類型的 不可以吃太多 我日燒 韓燒都吃了 我才去看這部電影 幸好 當進到電影院 炸的時候 其實 我已經聽到一些 控動的聲音 在其他觀眾那裡傳出來 是啊 那些女兒 然後我就 幸好我吃飽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一件事 我和你的感覺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我覺得 你看到它每一個鏡頭 都真的會令你流口水的 就是它最搞笑 我認為這部電影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一部電影有很多場景 轉場景 轉場景 那很多時候 很多導演可能懶惰的 就整個飛進飛歐 或者切來切去飛一下 它其中有場景轉場景 差不多穿了九成 它都是用一個燒 一個幾秒鐘的燒肉的鏡頭 反一反一塊肉 有些煙走出來 然後轉場景 那真的很有創意 這件事 剛才Jin說的也很適合 今天Jin問了我一個問題 什麼叫Foodporn 這部電影 真的完全是大家上IG看的Foodporn 這部電影的成10版本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的那一場 我不知道你 Jin 我看的那一場是大幕 是巨幕 即是未去到IMAX 但是是巨幕 那一塊燒肉是大過你的 是高過你的 那一塊燒肉 那正常啦 是啊 那你又看到那些文理 看到那些後面Jin 它有些鏡頭 因為很薄 它簡直是real time 那個劇情是說 它要由生煎到熟吃 很簡單 它簡直是real time 由生放下去 3、4秒 反 3、4秒 到放進口吃 到吃完 到說好吃 就是real time 去做這件事 這個世界上 只有Foodporn 是會做這件事 即是什麼呢 即是大家上網看那些 看IG那些女兒 post 那些 或者男女也會 男女也會 哎呀可惜 未有這個機會 哈哈 是沒有問題的 Jin 你跟著我就有後福了 哈哈 牛角就是嘛 所以呢 但是我想說 這部電影真的 聯成了牛角的一個優惠 大家去看 是嗎 是真的 我看到一些LIFLAT 宣傳單張是有的 是啊 第二點 除了這些不說太多 總之是Foodporn 令到你食指大動 令到口水都流鼓鼓聲的畫面 一定不缺少的了 是啊 我現在發了連結給鬼哥 好我發出來 那鬼哥呢 就可以把那個 可以拿了那個 那個 不用了 你直接留言就行了 即是我直接讀出來 是啊 直接在那裡留言就行了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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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可以追蹤你 我想補多一句 你也有聰明 剛才我們說到 有些很接近的鏡頭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我有特別留意 是 其實它是用了一個很巧妙的抽風技巧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因為我特別留意這件事 它怎麼拍呢 因為它很多鏡頭是虎欠鏡的 即是Bird View 在鏡頭上 是 其實是會無光的 或者是油煙供錄鏡頭 是啊 所以我就特別留意這件事 其實我們拍攝也是這樣 火鍋永遠拍不到 其實我看得出來 我看到它是四面 是放了強力抽油煙機 是四面 你看到它的煙 你才知道 你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當然是猜 但是你看得出來 它那些煙是 一出就馬上 在旁邊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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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即是在旁邊走光 你看得出來 是啊 對 對 因為它極多Bird View 極多 即是在鏡頭肉上面的 極多 它沒有斜影 為什麼它沒有斜影 我猜 這是導演手法 因為斜影太IG 太多人 去吃燒肉或者吃壽司 都是打斜影的 所以它想衝擊你視覺 對 是 看一些你不是經常看到的東西 所以它就拍Bird View 變成抽了那些煙 你就看得很清楚 慢慢熟 那些紅的脂肪和肉的比例 就是這樣 真的 真的 對 所以是好玩的 對 這套戲 大家可能真的會覺得這套戲很悶 我常常在看它燒肉厄通 我一開始也有這樣的關心 都害怕會不會是這樣的 但真的不悶 對 沒有騙大家 是啊 你提到悶不悶 其實它有一個故事佔底 那個故事其實我是覺得弱一點 是比較弱一點 但是它不是推銷故事 就是好像三個無雙那樣 就是叫做找些東西 做個藉口 做food point 等你 等你 但是 我們說完很好吃的東西之後 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 除了故事之外 其實它有另一個層次的東西 就是它都教曉了很多有關燒肉的知識 這個 我有掘回來看的 為什麼呢 我為什麼掘回來看呢 因為我想知道它真是假 它是不是狗吹 然後我就發現原來那個導演是開燒肉店的 哦 我想說 我看完演奏戲 有機會去日本 我真的很想去那間店 看看是否真的有這樣的店 這個真的不知道 我交一些功課給Jean做 好嗎 是不是贊助機票 然後我去那裡 不是 當然不是 我贊助你一餐都可以的 不是 我給你一個功課 你可以看一下電影裡面那幾間店 有沒有一兩間是真的 好啊 沒有問題 其實我真的有檢查過的 我猜是真的 但是改了名字 對 對 我猜是那些 我猜是那些 是啊 Jean 嘗試可以補一下 因為看完之後 確實是學多了很多有關燒肉的知識 對 如果大家想在香港吃燒肉 或者日本吃燒肉的時候 可以多一點感受 那些肉的處理 內科 或者懂得如何燒是最好的 懂得如何燒 因為其實我對於吃牛肉 或者燒肉 是 我是有一種 跟男主角一樣的執著 哦 就是 糟糕的肉 我真的不會吃 嗯 就是不會這麼想吃 就是 我是 我對於牛肉 就是上等好的牛肉 我真的要 剛好熟 或者有少少不熟 這樣吃 那就適合你看了 就是 例如我幾塊水買 有一半牛肉 那我給了幾塊水 我當然是想 怎樣去烹調 令到它 抵抗價值 就是我是這樣留下 instead of 對它堅持 又沒有去到這麼誇張 但是你講到男主角堅持 其實這部戲也有一個特點 就是那個男主角 他是 這個是日本戲才能做到的 就是他很喜歡 是 你知道什麼叫喜歡病嗎 Jean 有沒有聽過 很喜歡 OK 我解釋 我解釋多一點 就是 你們進去一定會覺得 他是 例如他那些 所謂Jean剛才說的堅持 他是會用身體語言 和表情 去表達給你聽的堅持 他不只是用對白的 就是 他個人 我平時很便宜 隨便吧 什麼都 說話又好 一般扎男 你看到他的髮型也是 但是他一看到蕭肉 他就停氣胸膛 腰身體很靜 很尊重 那件事 每一步都很乾淨 利落 那些動作很有效率 哦 我讀一讀一個 好 專業的解釋 好 這個中二病 又稱為初二病 是源自於日本的網絡流行語 是指一種自我認知的心態 他形容那些經常自以為是 懶是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 做一些自我滿足的 特別是言行舉止的行為 其他人就會覺得很特別 或者他覺得自己是一些志氣微脫 還很小過的青春期時代 那些價值觀 我明白你說什麼 是啊 譬如那個男生 平時是紮藍、脆藍、毒藍 那種類型的 然後一去到蕭肉 就上身了 是啊 我明白 這一點是特別的 但是 是特別的 但是我覺得是多了 是跨了一點 漫畫化了一點 這樣 不過現實上真的會有這種人 我覺得會 但是未必那麼著跡 未必那麼著跡 即是你想一下 我可以說一點的 不算劇透 你想一下 那個女生 有一段 即是說那個男生正在燒 那個女生想夾的時候 她是態度極差 一開始的時候 太到極差 不出聲 一開始的時候 看都不看 是啊 就是 不是啊 這一點多了 韋哥我覺得這個不是誇張 有些人的性格 真的 是嗎 但是作為日本人 我猜一下 日本人是 不是不是 會這樣 是 所以就有這個流傳的 中二病的 就是 就是 我相信這個都是中肯 就是 我相信這個都是中肯評論 就是 大家進去看 是會覺得這個林主角 是比較喜歡的 但不是 中二本身不是負責的 但是配了下去 那些場景裡面 我就覺得是比較多了一點的 我不知道阿俊你有沒有 我看那一場 是去到後期是有人笑的 是有人笑的 就是覺得 嘩 有人笑 有人笑 一開場去做這些行為的時候 已經有人笑了 我也有分別 所以是有一點點 但是有效果的 還有我覺得呢 有效果 就是她這一點是有令你笑的效果 還有其實她有一個反映的 她的反映就是 她一開始對一個不熟的人 因為 那個女主角是不熟的 她很外行 她是記者 而她是不懂得欣賞燒肉的技巧 其實這個在鋪著一個 一個反映就是 這個男主角 她原來小時候幾歲的時候 已經對燒肉是一個很專業的知識 有一個這樣的資格 有一個這樣的資歷 去 contrast 女生或者一般的食客 完全不懂得尊重燒肉的技術 去這樣慢慢鋪著出來 然後再鋪著她的執著 是來自於她媽媽的專業 那你見到後期 她那個喜歡病 是沒有那麼著織 是因為女主角都已經開始 去懂得尊重燒肉的技巧 即是她去其他的 在新的燒肉店都已經知道 哦 真正的燒肉應該是怎樣的 而不是聽一些 很厲害的人去吹捧 你知道有很多人 其實不是很專業 但是又戴了很大頂帽 很出名 然後可能寫兩句 就已經可以整寫一間店 例如鬼哥和阿Jean 我沒有 我沒有 是鬼哥 是我 是我 你是太紅大紙 我的分 你這樣說 我是有一點改觀的 因為 你說得對 其實這個是導演手法 即是說她要突顯的分別 雖然你這樣說 我有覺的 因為如果她不用動作和表情 去誇張地突顯 她就要用對白了 用對白就低手了 用對白就低手了 即是說 你這樣不行的 這裡要煎兩分鐘的 那就低手了 這樣整件事很麻煩 對 因為 老實說 你當然不行 這樣要燒多一陣 這個還不行 還沒反轉還沒吃 這些其實 是日常之間 我和你出去吃飯 可能都會說的 conversation 這樣就不足以擺在店裡 對 但其實終於真的會發生的 如果你有印象 第一幕 那個情景 她做一些那麼喜歡的動作的時候 有另一個講師看到 到最後 電影完結的時候 她的喜歡病 都是有的 但其實 那個男主角同時 她的人 人性 人品 她的性格 你會看到 在電影的過程 她和蕭玉這些傳奇 或者寫新聞 寫故事 寫評論的 這些經歷 都有一個轉變 在裡面 是她自己的性格 都有轉變 所以到後來 當 在小玉店裡面的時候 當初 就是 電影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針對她的角色 都在那間店裡的時候 她一些神情動態是有分別的 所以我就覺得 她的鋪陳 其實都完整的 但看看你 你覺得怎樣 其實我是同意一點 就是 這個少年 她的個人發展 因為某件事 就迫她很短期內成長 OK 在她這個短期內成長的過程 是好看過她和她媽媽的關係 我覺得 這個就是奇蹟鮮肉店 阿俊說的 一定真的吃飽才進去看 這個很重要 這個不算是劇透來的 因為她的電影的描述 也有說的 就是這套戲 如何透過燒肉這件事 來帶出她和她家人的親情的處理 我就在想 燒肉怎樣帶出 我覺得真的可以帶出 當然她帶出的技巧是高 是低 有多重 有多深 這個就是大家個人覺得 但我覺得是有帶出 真的 我也覺得 沒有想去中國門 而且我邀請身邊的朋友去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些擔心 他們會不會覺得很悶 但是 幸好大家都覺得 我真的覺得好看 是啊 我想 都是 你說推不推介進去 我就會覺得 如果你看完港產片 美食控會推介 是的 美食控會推介 但是 先看完港產片 這個可以第三部 可以排隊第三部 就是這樣 說多一個 資訊給大家 就是這個女孩 如果大家有看過 Netflix那部 金制之國有西 那部Netflix 是有一個 是說遊戲的 什麼的 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 我相信 不是 那麼多人知道 我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 好了 大家看到我的圖嗎 那 其實 我先關掉這個 好了 就是這個圖 這個女主角 其實就是金制之國有西 裡面 那個 很合理的 那個女孩 她的名字 叫做 土屋太鳳 大家看到 是土屋太鳳 金制之國裡面 其實她是很合理的 像個Ninja 那樣的 但是這一部電影 我可以說這件事 我一定要說 因為很重要 這次 這次 土屋太鳳 在這個 燒肉店 奇蹟燒肉店裡面的造影 我很喜歡 很喜歡 為什麼呢 有兩點 造影 是 其實你是不是沒有什麼特別 是嗎 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Awero 那樣 Awero 為什麼我喜歡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言 她比一般 同類型 小品喜劇 或者愛情片 的女主角 肥的 其實她不是很瘦 我明白 她的面型 她的面型 其實身形也偏肥的 但是 我覺得是專程 我覺得是專程的 她是比較大份的 很明顯地 她是沒有一般的 日劇 或者日本電影的那些女主角 要專程很漂亮 很瘦 很女神 她沒有這樣做 OK 她是一個很普通 很傻 而且身形是肥的 她是吃東西的 這一點我是覺得有少少突破 而且是專程的 嗯 大家可以留意這一點 她是傾向 你看起來像是 百二三磅 那樣的 不是 我不覺得她真的肥 不肥 所以我就說 她不是很瘦很漂亮 你明白嗎 她不是女神 沒錯 所以我是特別喜歡這一點 我想大家要留意 她的面子也是傾向 鏡頭都正面影 對呀 我看完 有少少 鼓勵了我 Exactly 你見到嗎 我就覺得 是啊 她的面子 不過她的面子 不是很尖很尖的 沒錯 而且她的鏡頭 不會專程拍側面 她不是側面的 她不會專程拍側面 對呀 而且她在燒肉的時候 紮邊 紮邊的時候 紮邊的時候 真的 那些面子的輪迫出來 即是她是風氣樣 但都是沒有看的 對呀 對呀 所以我就覺得 整件事很古墓 沒錯 所以這個是有個小突破的 這個不是太多人看到的 要大家去留意這件事 我看到的 其實要多鼓勵這些 其實所謂代入感 不是一定要找個很瘦很型的模特兒 才會代入 你找個這樣的博式觀眾 就更加代入 對呀 我常常都覺得 即是 例如說 我常常都覺得 那些店舖 為何要找一些超模 來做代演 即是當年超模 當然是很漂亮 走Catwalk 這些大牌子 當然要找超模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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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兩件事來的 為何要用超模 因為它要給你一個感覺 你穿了一些衣服之後 你就會變超模 不是呀 我不是說大牌子那些 我不是說大鋪鐵 我是說小鋪鐵 即不是出名牌子那些 即是說可能是小資 甚至乎是Local IG Shop 本地的 對啦 IG Shop那些 你不要找蛇精樣子 或者你不要找那些 即是米七米八兩 即是米九那麼高的 那些女生去做這些 即是你打的市場 是大眾的市場 或者什麼 你應該要找一些 身形 身材各樣東西 是大眾化一點的去做 即不是說Dior Chanel 那些牌子 找這些女生 我知道 但她都要騙你的 她都要騙你的 那你找一個 樣子是長得士士正正的 即是鄰家女孩 其實你找鄰家女孩 去穿你的衣服 還有一個親切感 因為 一些好像我這樣的女生 即是我有自貼知名 我擺明都知道 我自己穿了 不像舒淇 那樣的樣子 即是不像國際名模 擺明都知道 自己穿高跟鞋 未必貼過去 未必好像她那麼高 那些擺明都知道 但如果你說不是 那一般大眾化的女生 我穿的都會好看 可以穿到好像 即是鄰家旅行 就已經OK 那我就覺得 這些效果是更加 即是更加需要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市場 是真的比較 即是不要太誇張 不要太脫離現實 是 平實一點 反而呢 即是會更加多人喜歡 更加多人接受 如果不是 怎會G.U.可以做到這麼多生意 其實UNITO GU 其實他們現在可以打到很大的市場 拿到很大的share 因為他們夠貼備 其實現在這些都是慢慢慢慢的trend 全世界都是大潮流 都是慢慢踏入這一類的風 尤其是有些大馬那些 也有 變成正確的 即是已經開始不是銷售 是銷售的 是銷售的 銷售的道德觀 我覺得 是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部電影 這一點是 我簡直覺得 不敢說大突破 但肯定是有少突破的 在日本電影裡面 這樣 差不多了 講太多了 差不多時間 講多一部 最後了 就是這部 讀深本 原來 已經10點半了 是啊 所以 不好意思 寫得太遠 沒有問題 所以我特地先選幾部 就是這樣解釋 我先拿一拿一個poster出來 這部 讀深本別 讀深本別 我先拿出來 好 放過來 為什麼會想說這部呢 有個原因很重要 先說由誰做 留意這部 讀深本別 男主角 就是做蜘蛛俠的 Tom Holland 那個 永遠都是 很BB face 好像高中生一樣 而女主角 就是做星球大戰 原力覺醒的女主角 阿雷 的Daisy Ridley 所以這部是星球大戰 大戰之珠侯 其實是 OK 這個男女主角 是非常有看頭的 好 但是呢 她的那條 巧就更有看頭 她的那條 巧就說什麼呢 就是說一個 在一個未知的角度 你當是外星 一個外星地方 那這裡 這個角度 有一個特點 就是 所有男人 他們心裡面 人想的事情 是會廣播出來的 是會在腦裡有聲音說出來的 即是說 這個女兒很傻 很想搞她 這些人會說出來 我很餓 我想吃燒肉 是會 好像一把聲一樣 會說出來的 OK 而且這件事 只會發生在男人身上 所以你看到 她的圖片 也有這樣的線 有這樣的影子 有這樣的影子 沒有的 OK 那這條就是巧 而這個角度 就是全部都是男人 差不多沒有女人 OK 而主戲鬼 就是說 因為太少女 這個男主角 她的正義感 作粹 是怎樣去保護這個女生 那基本上 這條戲鬼就是這樣的 那所以 這個這麼特別的設定 和這兩個這麼出名的演員 加上導演 之前是拍過一部 我很喜歡的戲 那部叫做 The Edge of Tomorrow 那就是Tom Cruise拍的 嗯 加上那部我很喜歡的戲 看看 除了Edge of Tomorrow 還有就是 史物夫與史物妻 即是 絕成了 Brad Pitt 和Angelina Jolie 那部戲 是 都是這部導演拍的 那就是這三點 這三大的看點 就令到我覺得 要入場看 那 之不過呢 其實這部戲 4月29日上了 是 但是呢 她和真三母母相同一日上 但是呢 上了之後 出來的 口碑 就很差 很差 是嗎 就說 哇 因為她把心聲說出來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 為什麼你突然走了 不知道 卡到東西吧 直播就在這裡好玩 OK 就是等大家看看 我們這些黑衣服 沒錯 最重要這些剪下來 我想今天就差不多了 那最後快說多一部 就是 Netflix 有一部將會上的 我也都求證過 Netflix 是有得上的 那部叫做 狼中人 那我無論是導演 還是主角 全部我都不認識 但是為什麼我會推介這部戲呢 就是因為 第一 它Netflix不用錢 就是如果你訂閱了 第二 就是她的戲鬼很吸引 她是說有個女孩 在一個類似 求生狼裡面 求生狼 知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那些 求生狼 是不是那些錦囊 你想身處的時候 打開她來看一張紙幣 不是 其實類似一個棺材 但是裡面有一些 求生的機器 就是有一些 維生 就是有些 我給這條電腦 哦 就是命稱著你的Live Live maintenance 是的 這樣叫 不如這樣看這個電腦 因為我覺得很吸引 現在播給大家看 是吧 叫OPS 你看看我們做Live多好 連看電腦都不用你自己按 我們播給你看 太好了 你們對眼睛 只看著螢幕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還會把電腦最精彩的部分播放出來 就是電腦分分鐘都要看兩三分鐘 我們選擇最精彩的三十秒 或者一分鐘 沒錯 那我要講講 其實呢 大家看到 其實它就是被困在一個維生狼裡面 這個維生狼呢 是有得上網 或者有一個AI 但是呢 這個電腦一開始 它一睜大眼 它是斷了片 不記得自己是誰 不記得發生什麼事 不知為什麼會在一個維生狼裡面 是 是由這樣開始的 然後它就靠AI 和靠上網 慢慢去找回它自己是誰 找回自己 沒錯 而且它的氧氣的含量是慢慢減的 是慢慢減的 所以這部電影叫Oxygen 對 氧氣危機 氧氣危機 你這個名字比那個狼中人更好 對 什麼狼中人 你不看中文以為是 是啊 以為是什麼狼色狼 所以我都覺得這部電影 我未敢推介給你們看 但是我想大家留意 原來是Netflix 這期是 力銷這部 挺有趣的電影 應該是法國電影 我剛才看她說法文 是 其實她現在上畫都有點應景 因為我們現在戴著口罩 其實都是 某程度上都是一個氧氣危機 類似 始終你怎樣呼吸都是 好像現在 都不會好像現在我們那麼舒服 沒有口罩罩著 再加上 大家 這些時候都會覺得有點迷失 自己 今天不知天日試的感覺 我覺得這部電影都挺應景的 而且你會猜 你知道我很喜歡看那些死人扭計 和懸疑戲 我會猜 這是科技的經歷片 是的 究竟外面是戰爭 還是瘟疫 還是AI佔地球 還是什麼呢 就是他 他不是外星人的態度 還是他自己也是機械人 他自己也是AI 還是他外星人 很多這些都很想知道 他到底是被AI研發出來 剩下的人類 還是反過來 是的 所以這部電影對我來說很吸引 還有我Cyberpunk的 忠實擁等 所以對這些題材特別留意 大家留意 你不覺得找不到自己是什麼身份的戲 好像零九不須 是的 是的 還要是慢慢剝洋蔥式那一部 讓你越來越知道 剝洋蔥式 要不就經歷 要不就恐怖 是的 所以就要大家留意 還有他法國片 法國科幻片 放得上Netflix應該都是千雕八轉的 是的 就是這樣了 今天就超過了十分鐘 就差不多了 阿詹有什麼補充 不敢補充 大家都 是的 想浪費了 記得追蹤阿詹 非常之重要 在這邊 謝謝 一定要追蹤他 很重要 希望 大家有留言 我都會看的 是 大家記住 一定要更多人看 我們的Live 令到阿詹可以說他在芬蘭的經歷 OK 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不只是芬蘭的東西可以分享 我覺得鬼哥你有些公器私用 其實是你想聽而已 是的 我一向都套不出這個 是的 這樣 講到公器私用 我還有很多Jean未曝光過的相片 都可以 你不要亂 很正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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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有視角的 男有視角的 男有視角的 是嗎 還有你給我的相片都很漂亮 有些大頭化妝的 好 到這裏 好嗎 下次五月二十幾號 再見 好嗎 五月二十幾號 你已經說不出的日子了 現在說得出來都不記得了 五月二十幾號 25號 因為我們隔兩個星期二就會做一次 今天做了之後 25號就會做 沒錯 大家上一次27號 看不到我們在Facebook做Live 但是那次我們去了 真三國無雙的首映禮 不過就算我們要去看電影的首映 或者優先場 而開不了Live 我們都會不定期 不定時突擊 做Live給大家 所以27號那晚有留意我們 鬼哥看不起的Facebook專頁 你們就有福 因為你們是跟我們一樣同步 看到首映禮現場發生什麼事 沒錯 就算沒有看到也不要緊 因為我現在是會立即 放回那段剪輯片段 也有七分多鐘的剪輯片段 我現在放回留言 大家就可以去看 今天就到這裏 對 還有剛才我們說過 燒肉那一套 跟牛國Crossover 就是牛國這間餐廳 如何去還原那四款的佳餓 就是那條連結 我都已經在留言 打了 大家可以看看 下次見 拜拜 再見 拜拜 5月25日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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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